孩子出高中阶段遭遇老公出轨的女人 是最无力的 想离 怕影响孩子考学 想闹 怕吵到孩子 想管 又没有时间 周末要陪孩子做作业 上补习班 平时要考虑孩子吃什么有营养 晚上要去接送 自己可能睡眠都不够 根本没有时间管老公 而且也管不了老公 所以很多在这个时期出轨的男人 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有恥无恐 他们知道老婆不敢离也离不了 也知道被磨了性子的女人 以后也管不了自己了 他们更清楚 就算等到孩子高考过后 这个女人要离婚 自己也是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准备好下家的 自己离了立刻就能结的 而且有一些心性自私的有钱男人 还会早开始资产转移 或者早就规划 或者储备好以后的资金 脑婆离婚是根本分不到什么钱的 所以你们说离婚 离的是什么 对原配而言 离的是对爱情 对婚姻的失望 可对出轨的男人而言 离婚只是换了一个利益场 只是麻烦一点 折腾了一下 所以我们不如谈谈婚姻到底是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 婚姻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捆绑 从心理学角度 婚姻是需求的互换 和彼此对需求的满足 从生存角度 婚姻是基本生存的需要 或者对那些追求灵魂伴侣的人来讲 质疑追求爱的人来讲 婚姻是精 质疑追求爱的人来讲 婚姻是精神层次的满足 是灵魂的碰撞 说到这里 我真的很想问问这些在孩子 初高中阶段 遭遇老公出轨的你们 你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婚姻 你们是失去了信心 还是就是没有方法去进行婚姻了 当然如果你只是失去了信心来 我们来教你如何增强信心 那你就是要选对人选对方法 好的方法不是没有 就看你格局和眼光是不是够长远 谢谢